Ayo 聊四季,天氣有個新 大家好,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每位旋轉盃2023年比賽 這場比賽是由MBL跟Levin還有Hera 三人唯一隊 對手是FOX戰隊 FOX戰隊最有名的人應該是米亥 米亥算是我們頻道也是常客 先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比較特別是中間會有個兵士的標誌 中間地帶都是可以木頭挖穿的 再來這個地圖是比較有食物分配的特色 左邊這塊區有非常多的鹿肉跟果子 下方這邊只有少量的羚羊 這裡甚至連牛都沒有 上方是有大象跟鴕鳥 但是食物也不是非常充沛 所以如果你要在其他地區開局的話 就會變成說你的食物會比較少 上時代會比較慢一點 但是好處是你可能會跟別人爭奪的成人中心會更少一點 但是別人依舊可以在這邊開局 然後農經濟農起來 然後在右邊這邊 去開下自己的馬就出兵打你的 所以這個開局方式有點因人而異吧 這件是戰略策略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 有些戰隊他會想要先把這個挖穿 然後趕快出去了 你看這邊也是 這個就是戰略分布 MBL在下面開局 那這個紫色在中間開局的目的 可能是想要趕快把中間挖穿 可以讓隊友們互相支援 你看這個隊友分布其實蠻相近的 最後這個目標是往外的 然後這邊是想要打穿右邊 然後紫色是想要打穿三方 好挖過去然後幫忙隊友 這個開局 策略就你就要先思考了 到底要怎麼開局會比較好 這個算是每位旋轉盃非常注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戰術要一直去思考的 好這邊沒有打算要收村 然後去敲對方村民 射射到村民沒有想要去射 這是自己人 我以為是敵人 我以為他幹嘛要收村 欸可是剛剛箭矢射出來 喔射下面這個 我剛剛想說奇怪這個紅色怎麼在旁邊怎麼敢 我以為他是沒事的 結果他是 原本是隊友 好下方是這個黑拉的 房子 不好意思喔這個喉嚨最近有點太舒服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選擇了這個波蘭人 同時也是黑拉 黑拉玩波蘭 波蘭在這種特殊地圖裡喔 他的這個特色也是挺有效果的 不然瓦斯侯有這個加成之外啊 還有這個 這個怎麼講 瓦斯侯加成之外啊 還有這個 農田的部分喔 都可以讓他經濟攀得很快喔 那在綜合的情況下來說 要選這個全能性的文明會比較好一點 那波蘭來說喔 他也就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喔 不管是要打步兵啊 還是攻兵騎兵喔 其實都很適合的 好接下來看一下左邊 左邊是越南人 那越南人最大的特色是這個藍甲攻兵喔 讓攻兵的遠防非常高 那他這個團隊特色呢 是可以有讓隊友可以使用帝王戰毛病的 所以可以補強一些隊友急需戰毛的需求 那讓他們在一些垃圾兵的環節喔 會比較有威力一點 那越南的一個經濟來說喔 在這次改版有稍微加強了一些些喔 他的這個經濟科技的升級 是不需要耗費木頭的 只需要食物喔 而且研發速度還增加100%喔 算是小小的增幅 所以會讓越南人再更強大一點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他的隊友是MBL 朝鮮 那朝鮮在團隊的一個角色扮演呢 主要是出吉兵 還有這個馬戰車 還有投司車 那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他大量的這個大型劍塔 建立起這個貿易防線 在打團戰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那朝鮮這個文明就很適合這個工作了 好那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葡萄牙 對手是選人葡萄牙 那葡萄牙不管在單挑或團戰來說 表現都非常亮眼 他不管要打風琴炮或是騎兵工兵 其實都是可以的 因為他的黃金減免消耗減少20% 可以在帝王初期或中期打出非常多的優勢 但到了帝王的後期 大後期的時候可能會有點難逆轉 那個風琴炮如果兩邊都很有支援的情況下 風琴炮給的壓力是會比較小的 因為移動速度慢 推進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點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他的隊友是紅色 紅色也是選擇了朝鮮 那我們就不多講 跳過 那瑪麗人呢 是挖金速度會稍微快一點點 但是沒有比圖爾奇快 但他的挖金的持續時間會多一點點 像這裡有2400黃金 他可以再多一個10%吧 好像變10%了 所以再多2640吧 所以2400變2640 大概會多個200多黃金 所以稍微補正一下瑪麗的挖金 缺黃金的問題 那瑪麗人後期還是比較適合打這個彪漢精神 還有自己的飛刀女獵手 甚至打自己的步兵 這是蠻推薦的 那步兵的部分是因為遠防高 沒有三攻的關係 所以如果遇到步兵對打的情況下 瑪麗可能要搭配一些飛刀女獵手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封劍士大會怎麼打 上方瑪麗已經升到了封劍士大 非常早 這個是要來打封劍喔 沒有要打直層 他這邊打封劍是什麼意思呢 有點看不太懂 封劍出馬就要來準備爆抓這邊村民了 這邊我看一下有誰 有Hera兩村在這裡 然後下方是葡萄牙人 然後下方是葡萄牙人 也是隊友 敵人是中間越南人在挖石頭 看一下其他地區喔 這個赤頭剛出來而已 好 相方 已經開稿了 Hera兩隻村民準備 開叉 然後赤頭先出來先去哪裡呢 先往右邊探圖 哇 他真的是先去右邊探圖 他可能覺得隊友敵人都離很遠 說不知敵人都在左邊這個地區而已 好 那Hera這邊插城堡插失敗了 這個直接被村民拉出來爆打一波 他記得滴掉喔 欸 MBA 欸 Hera好像沒有滴石頭欸 蛤 失誤了吧 哇 他這個好像直接被拆掉欸 這根劍塔 超險 MBA再來嘗試 要來直接硬插六用塔 但對手反應也是很快喔 直接拉村民進去爆打一波 然後還拉著兩個隻村民 直接靠了起來 這邊想要圍 想把MBA圍住 但劍塔已經好了 快把村民 收出來 射箭 後面有兩隻小弓 MBA這波打得有點尷尬 雖然跟Hera連手插塔 但是 並沒有效果 對方的反制速度非常快速 直接拉得快要10村喔 五個人插塔 五個人去拆對方的建築物 紅色的這邊超險呢 工兵直接就出來了 工兵打村民是非常有效果的 MBA可能會再死村喔 啊 也有死一村 MBA有點危險喔 這一波可能要死蠻多村民的 這個硬蓋不太好啦 但是 他進來硬蓋就只能選擇蓋到底 哇 剩一隻 蓋得起來了 96 98.31 笑死 搞這個爆笑 哎呀 Hera說不定死光啦 對方一定爽得很 哎呀 這把穩了 MBA樓跟Hera開稿 直接損失村民非常落後 好來看他刺頭 刺頭有沒有做到事情呢 刺頭看起來沒有 瑕疵都沒做到 只出了一隻探圖 這邊刺頭 原來刺頭都在左邊喔 原來刺頭是要來左邊開稿 那這邊挖穿之後 就可以用這個木門 稍微擋住 讓對方沒辦法輕鬆跨區打這樣 跨服PK 這個有點像喔 這個跨服PK 每個區域都是一個伺服器 那現在瑪莉過來跨服PK了 那來看一下 Hera這邊會怎麼擋 Hera這邊可能要先再插一些廖望塔 因為他這邊村民 大部分都遺留在外面了 而且大中原只要被插劍塔 就會很難受 人家法隨意的種田 非常的受傷 好後面再補一些大中原 那待會這邊可能要再防一下 這個地區 甚至這個地方 可能還是要守一下 齁 好 伺候已是越安越多 但 Livian已經點到了城堡賽 拉了大約 10 10 沒那麼多吧 10寸而已 10寸的村民想要來蓋城堡 那紅色則是 按了一些房子 想用竹子硬插 那現在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不要讓村民過來就好了 那他又很會插這個位子 這個位子被插的話 他這個城堂中心就一定沒救了 好 那 黑拉直接用大量弱馬 直接做反擊 但對手朝鮮也是用了非常多的村民想要進行反擊 那邊對打的一個結果 看起來紅色要豁出去了 他寧願損失村民也不要被插城堡 好 那下方 Livian MBL MBL也跨虛打架了 這邊也直接插了一根劍塔 想要來偷搞 但是也是被村民直接按到暴斃 好 工兵直接射爆一堆村民 哇 現在對黑拉他們有點不太有利 現在村民是落後有點多到快落後石村了 好 但這根城堡應該是能建好 黑拉用自己的少量射火 然後來阻止對方工兵繼續輸出 六王塔補了下去 這邊看到MBL又在想要開稿 好 紅色這邊也是直接蓋這個劍塔 防守 前期打的算是蠻激烈的 這場比賽真的是目不轉睛啦 太多地方在打架了 好 下方 破爛大莊園 黑拉沒有繼續想要種田 這邊裝在這裡不知道什麼意思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按出來怎麼樣 怎麼會有大莊園在這裡 好 紅色這邊村民一直跑出來打架 這邊拖到非常多的石量 紅色雖然剛剛殺到一波村民 但是他自己的經濟也同時也被搞爛 所以他現在升城堡實在會更困難一點點 好 蜜海這邊紫色 已經升到了城堡 這邊石頭有挖來看一下 OK石頭有在挖 待會城堡插下去 風型砲一出來 再配一些長槍兵 這是非常棘手的一個單位 那風型砲也是需要點一下475 這個救贖思想 才可以使用 著想對方的風型砲 所以對方的防守成本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也不太容易防守做 因為風型砲在這幾次的改版中 他的彈道變得更急重一些 比較不會變成擴散散彈的感覺 所以這個殺傷力也會更有感 尤其是對付這個單一單位 MBL毛兵也是在這邊小打小鬧 拖村民的採敵時間 看一下這兩邊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右邊這一區已經快要變成 那個FOX戰隊了 應該算FOX吧 直接念FOX戰隊好了 那FOX戰隊目前還算是有點小小優勢的 村民還是有點稍微領先 但是經濟越追越上咯 因為FOX他們是比較晚上城堡時代的 那目前城堡時代已經有的是 Ravin Ravin這邊已經有一個城鎮中心 但是還沒有點下第二個城鎮中心咯 現在是用騰甲弓兵爆打一波 Hera這邊使用騰甲弓兵直接做個前壓 做到蠻大的效果 這邊還有點下異防品種也補了 這個赤頭的血量非常坦 用少量騰甲弓兵把對手壓了回去 這一波死傷殘重 地上都是屍體啊 紅色直接被爆打一波 可能已經快沒呼吸了 這邊經濟最差 放3隊應該是紅色了 這邊挖穿了 Hera把這個墓區挖穿 直接把赤頭跑到右邊 紅色再度遇到對手的赤頭爆打 而且這裡只有一根劍塔 瑪莉可能要趕快出駱駝來擋 或是騎士都可以 哎呀第一時間沒有來幫隊友 哇這個 溝通15阿 瑪莉怎麼還在弄阿 這邊時候在開城鎮中心 你隊友已經快要蒸發啦 這兩隻騎士還在看 阿 唉呀 這個心痛阿 紅色一定很幹 隊友怎麼疊 捆喔 這幹嘛 二級防好了 再上也不是這樣打的吧 混蛋這個隊友有點累阿 這個比我還累阿 我已經叫雷歐已經很雷了 他居然比我還累 這個黃色有點在搞 呵呵呵 好 那紅色已經死傷慘重 可能 可能再起步了 基本上已經半死不慘了 好 那果然 米漢是打出風騎砲戰術的 那這些戰術是比較正規一點的 所以會比較容易出現 那待會波蘭待會上到城堡時代阿 可能會先農一波挖到石頭點一個城堡 然後再出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那個叫做 貴族特權騎士阿 那在現階段來說 他要第一時間防住的話 最好的辦法就是出騎士檔 再或是直接用偷車護反擊 那這樣這個風騎砲確實有點難處理阿 吃了直接上去 cultura 瑪莉A一番體格也開了出來 想用專心龍 紅色目前是Fox隊的最後一名 MBL現在也是 但MBL會最後一名原因是因為他的地區15%比較少 我們剛剛有說這個地帶 聖城堡時代會比較慢一點點 是正常的 而且他前期又有開稿 所以聖城堡時代一定是慢的 好 那米亥已經也開始爆大量這個風情砲 第二個城鎮東西也補下了 3TC都補了 OK 經濟開始好轉起來 那Hera這邊待會就要思考破爛要怎麼打 其實我也蠻好奇的 破爛在團戰來說 如果前期用這麼多大洛馬 用這個洛馬去扛的話 那大會城堡時代遇到騎士啊 或是對方的風情砲會怎麼打 因為在第一時間沒辦法點出貴族特權的話 這個初期不然是比較沒什麼太大優勢的 還是很容易被壓制住的一個狀況 雖然有換過 使用這個刺頭輕騎兵戰術 城堡時代狂樣輕騎兵 然後黃金布啊 全部去挖石頭 然後把城堡插在自己大棟裡附近守住農田 然後再去點下貴族特權 再轉騎士出來這個打法 但這個打法空窗期其實還是蠻大的 尤其是那一波米蛙石頭 蓋城堡那一波時間點 其實是蠻不健康的 那個時間點是非常不舒服的 黑阿拉大量弱馬直接往右側 想要去抓後方的瑪莉已經進 但是他發現他根本沒出來啊 拉了個空虛啊 什麼都沒抓到啊 回頭看一下這邊好像直接撞TC囉 這個騎士好像衝過頭了 風情報這邊也沒空齁 直接吃到城堡傷害被射掉 米蛤這邊風情報的數量再重新機械一下 可能要盡可能往上打吧 不能再繼續往這個城堡這邊撞 再撞到去會撞到頭破血流 那MBL這邊想要蓋城堡結果失敗了 頭車直接砸光 MBL在搞啊 這個聰明十張殘忠 還被人家圍了起來 這根城堡的建築地帶 MBL這把不妙啊 有點算是這邊的戰犯了 好 瑪莉終於農起來 有大量的騎士可以直接採他這邊農田 喔 OK 他們果然往上打囉 BOX很聰明先打HERA的城鎮中心 好 先直接硬拆掉也沒問題 現在對方是很難反擊成功的後方可以做城堡 好 瑪莉雖然剛剛賣了一下隊友 但至少現在有做事喔 讓紅色有這個重新發展的空間 好 砰甲弓箭的時候 開始集火傷害起來了 這也不敢繼續硬打嗎 我覺得可以繼續打耶 好 看到重傷長槍兵覺得還是要退一下 好吧 你可惜 你可惜 好 紅色馬戰車也是出來 想要來幫忙 輸出一下傷害 好 瑪莉雖這邊點到城堡石帶 清奇兵已經升好了 黃色再補了一下耕種技術 增加一下跑速 MBL現在沒有在開稿 只出了幾隻騎士喔 稍微反炸了一下衝車 還有投資車的部分而已 讓米亥後面這邊先稍微圍死 好 這邊MBL 有騎士的壓力之後應該是有機會喔 去打出一點傷害來的 因為米亥現在是背部附體喔 MBL這邊可以瘋狂燒到他後面 他們現在全部注意喔 都放在正面的 HERA跟LIVING這邊喔 好 下面這邊 要怎麼打呢 2TC 開農 沒有出馬單車 出騎士 好 那HERA這裡也沒有想要應手這個城鎮中心喔 開始往後搬遷喔 但是兩塊大中原已經被控了下來 那這一片大中原喔 至少多少損失400木頭起跳 兩邊都壞了1000木頭 這樣其實對波蘭蠻不健康 這也是為什麼波蘭玩起來會這麼難玩 明明他的經濟加成這麼好 哇靠 這一波是怎樣 騎士上去塗了一波 死了一大堆 你哪時候鑽進來的 他直接衝進去是不是 哇 這邊騎士爆也沒問題喔 這邊村民只有13隻 欸 還夠啊 13隻應該可以反擊一下 好 單騎士沒有想要直接硬拆城鎮中心 Fox這隊打得還不錯喔 跟HERA他們打成這樣子 已經很了不起了 甚至還一點有優勢喔 好 臭命樹目前是領先的耶 有可能是 HERA他們前面太高了 臭命路後的關係喔 所以現在可以這樣子 有優勢的反擊回去 前中後期的戰術喔 就一個配套措施喔 沒有配套措施的話 很容易就會直接倒了 那HERA他們這邊雖然前面已經失敗了 但後面還是很努力喔 扛了回來喔 正常來說的話 他們前面失敗了 後面就很難再救起來 那HERA他們這邊還可以救起來 然後繼續打耶 這蠻不容易的 後面這坨騎士要來執行MBL的城鎮了 好 紅旗炮被HERA的青騎兵直接爆上去爆打一波 哇靠!HERA這人打忽然玩這個青騎兵流耶 頭車再砸一發嗎?沒有! 騎兵攻兵有夠坦 承認中心怎麼射都是1滴血 好舒服 遠防6 承認中心多少攻擊力 5加2 7攻 剛剛怎麼射都是1滴 好 這一波騎士直接來應爆MBL的城鎮中心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這應該是能爆掉的 這裡完全沒有援軍 MBL只能自救 當然有機會可以自救成功嗎 好 現在自己的... 單位有點偏少 馬單車趕快按 槍兵有要按嗎? 槍兵沒在按 這邊的時候我還出在槍兵喔 即使沒有升級喔 他也算是一個極戰力喔 好 這邊有機會可以擋住 瑪莉的騎士應爆城鎮中心 這邊出來的抽名趕快修 OK 看到對方的馬單車出來 MBL終於手下了自己的層次中心 算是小傷吧 也不算小傷 算是重傷啦 他這個有點慘喔 臭命被殺的蠻多的 好 這邊輕輕輕戰術打得還不錯 打到一堆森綠 但是一樣喔 被擊破還是很痛的 這個風琴砲依舊是有殺傷力的 馬單車再次往上走 好 不往下打MBL MBL這邊還是要處理這些騎士喔 瑪莉這頭騎士 往外衝之後感覺有點危險 我覺得他應該要繼續保護風琴砲會比較好 可能分個小隊去騷擾就好 他把自己的主力拿去這樣打 其實花了蠻多時間喔 才騷擾到一些東西喔 好 這裡城堡劍好 我覺得可以一直瘋狂往這裡打 把MBL 把這個 HERA這邊打死喔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破籃陣是 防守來說是比較困難的 而且只要一防守狀態喔 大衝人員就完全沒有救了 就很難繼續補充經濟 但他們一直沒有把 往HERA這邊打有點可惜喔 反正是把這個騎士往下送阿 或往左送 我覺得可以拿倒的話 基本上就倒一半了吧 那破籃的後期 這個帝王初期的 貴族特權騎士暴 是非常誇張的 有威懾力的 有威懾力的 好 這邊守村 哇 塞不滿 看看左邊 左邊城堡蓋起來 果然感受都壓力 在農田裡放了一棟城堡 這邊先升到帝王時代的是 黃色的 瑪莉 發克斯對經濟上還是有點領先 紅情炮直接殺戮了 對馬直接打MBL這個地方 不是MBL 黑拉這個地方不就好了 我怎麼一直講MBL 怪怪 怪怪 指黑拉為MBL 對馬 打這裡就對阿 大作用彈 輾過去 戰車輾過農田 多舒服阿 對不對 突然就直接爆炸了 好 這邊有重裝廠商兵 要稍微拉打一下 馬單車第一時間沒有辦法去救到風型炮 風型炮這邊拉打效果其實還是不錯 黃色又在換 紅色跟紫色都在往前 騎士還在後方不知道在幹嘛 哎呀 黃色的控兵不太行阿 看了好難受 跟隊伍一起走不是很好阿 對不對 繼續往前繼續往前 趕快趕快 趕快 趕快再往前 衝了衝了衝了 黃色終於做事了 哇 這一波騎士抓大莊遠抓得漂亮 哇 剛剛一直嘴他 他可能忍不住了 呵呵呵 這一波直接中傷 黑拉 嗚 舒服舒服舒服 突然 這邊大中原被踩他之後 完全沒救了 肉類直接斷掉 大家繼續出兵防守是非常困難的 重裝騎士 直接把黑拉踏平 黑拉完全沒發現 後方直接爆開了 好 騎士直接再上來支援一下 隊友的馬戰車 還不錯還不錯 這一波打得很可以 但後方的藤甲弓箭手 已經阻止了風情砲的前進路線 算是一個斷後援的打法 還不錯 三角攻兵打馬戰車是傷害非常高 打中央騎士當然也是 這就是為什麼會被我稱為移動城堡單位 非常坦 傷害又很高 箭矢傷 箭矢量又夠多 給藤甲弓箭手開始展現出他的威力了 MBL這邊被迷害插來做城堡 不是被插 是由馬戰車來騷擾蓋一棟城堡防守 黑拉看到自己大眾人 滿目蒼蠅 現在他完全沒辦法出兵 只能出重到長龍兵防守 村民繼續按 現在黑拉的村民是最落後的 MBL只有72村 對手者是80村跟118村跟137村 米亥這邊果然是最強的 經濟最好 好 點下金瑞風情砲 這邊決定要來築城一下 把這個地方圍死 哇靠 上方這邊也死一片 黑拉這邊大意了 沒有閃 直接把對方對自己的村民 放在這門讓對方打 MBL這邊開始圍了 要來開始建立貿易線 這邊如果建立狩野人守住的話 這邊就可以插貿易線 然後這邊也可以插 很安全的 上面這邊也可以 這個三角地區 直接讓對方的最遠貿易線給封鎖 這是對手打到這中期 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其實米亥或是黃色 應該要第一使用 把這個角落給拿下來 當然他這邊進攻時間不夠快吧 我覺得可能要再更快一點 趕快拿下角落比較好 當然黑牙這邊防守也是非常及死 直接出了非常多的重裝長槍兵 可以掩護自己家的藤甲弓箭手 對方也不敢用直接重裝騎士上來硬打 這確實是頗然自救的一個好方法 重裝長槍兵 只要沒優勢 轉長槍兵跟戰馬兵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對上攻城器就會有點不太舒服 好 升到金瑞風情砲開始在進攻 米亥正面輸出給壓力 我覺得黃色上方這邊還要再繼續往前衝比較好 這邊直接選擇側兵 然後跑到了中間這裡 要來掩護風情砲 他可能覺得對方會直接大軍潛咬 四台巨頭 五巨頭 這個上前抓了吧 是我就抓了 對對不對 上前抓 這個騎士一定要衝到 你看到巨頭在這麼前面的位置 城堡面前 這個一定要上去衝個一波的 但衝得不是很好 好 這一波衝鋒感覺 只有抓到一些騎甲弓箭手 好 對 拉幾隻去抓巨頭 然後其他去抓騎甲弓兵 好 黑亞的重裝長槍兵也過來防守 正面城堡爆掉 這一波前壓打得其實還不錯 並沒有太差 好 重裝騎士很努力砍 只砍掉了三台 好 正面這一波前壓壓力有點太大 但黃色這邊要繼續打這邊才對 哎呀 被圍起來了 完蛋了完蛋了 這裡被圍起來就不好 從後面來了 好 MBL 這邊點下了 帝王史誕 重點了 他是最後上帝王史誕的玩家 那目前基本上都是 黑拉跟Livins在二打三 那對方都是三果 直接把兵全部派在同一個地方 盡可能抱船打船 這個想法其實是不錯的 但是會有個問題 會變成騷擾部主 那Livins在後方 反正是建立寫一些新的殖民地 這邊居然有少量村民 待會要斷他的貿易線也是很方便的 好 這邊感覺到危機意識 改動城堡稍微擋一下 好 這邊瘋狂打正面 側面不能繼續打 真的可惜了 這邊要是可以繼續打 入侵進去再塗個黑拉一步農田 可能就要打GG了 但是這裡太專心在打正面了 沒有辦法 策略上打得不是很好 MBL這邊是出了馬丹車 去燒米亥後方的經濟狀況 還有這個出兵點 但這個馬丹車其實蠻好解的 只要出戰毛兵就會隨意擋 這邊公式拆掉兩棟城堡 我們有在想要繼續推進嗎 感覺工程器械不夠多 巨型頭司機太少了 這邊黑拉轉出了大洛馬 直接過來踐踏 新大洛馬直接開始出來了嗎 金罐不知道有沒有點 要不要看一下這個傷害就知道了 好 上前想要去包工程器械 還不錯 有包到的感覺 但是不夠 他沒有金罐喔 這個看起來沒金罐 好 這一波大洛馬衝鋒打得很漂亮喔 後面的中頭全部清掉 中頭沒有之後 增加工兵就可以稍微出來反擊了 終於可以開住室了 這傷害極高啊 好 重裝長槍兵直接上面硬扛 對方重裝騎士的傷害 那重裝騎士損失慘重 後大洛馬又跟了過來 這就是沒有燒拉忽然的農田的一個後果 農田直接重複全副復根 經濟直接起飛 想要出更多的大洛馬跟重裝長槍兵都沒有問題 好 這一波重裝騎士過來 想要來硬結LIVING這邊的黃色村民喔 他不想在裡面有村民或建築物喔 避免自己貿易線跑不起來 但他們現在確實也是貿易線跑不起來 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 直接跑貿易這件事情 可能想要在黃金挖碗之前 打爆對手 中頭幫忙砸一下 本來是爆掉了 偷蘭的一騎兵喔 是攻擊力最高的一騎兵 因為立陶蘭的一騎兵他沒有三攻 所以以洛馬來說 一騎兵真的是最強攻擊力的 罵了 殺傷力真的非常夠 這也是需要洛 還有這個踐踏傷害 真的是蠻誇張的 好 看一下 蠻好奇黑雅會怎麼繼續打 他有可能待會都不花黃金喔 然後把所有的黃金喔 全部買這個 買這個貿易車隊喔 然後去跑出貿易喔 然後先用這個大龍馬去去頂 好 那現在黃金最多是瑪莉人 這個金礦持續效果真的很有感 到現在還可以繼續玩黃金 好 下方這邊蓋了一個箭塔 稍微想要手術 應該是沒有辦法 這邊裝騎士 吃了個閉門坑 沒有辦法再繼續向前喔 回到這邊站場 投資車沒有控好死一大片 中頭直接砸爆了大量的中 中裝長槍兵 哇 這邊損失慘重 這裡沒有控好他槍太忙了 好 大龍馬在上次上前想要去抓到中頭 有機會嗎 好 一刀兩刀三刀四刀五刀慢慢砍下去 血量越來越少 好 這刀nice 剩下三台中頭了 這個交換其實還是不虧的 好 那MBL這邊安出了貿易車隊的升級喔 好處升下去了 那這邊只要盡可能出重裝長槍兵 還有自己的大龍馬 盡量擋就好 越南這邊也是喔 一直出自己的騰腳工兵就好 基本上不用出太多奇怪的東西 你出火炮之類的也是可以啦 當然出火炮的話要由這個破爛來出 但破爛現在沒有黃金 所以現在只能用弱馬 跟這個長人兵來守 好 MBL的馬丹城沒有控好 全部送光 吃到城堡傷害 距離托斯基開拆後防米海的一個城堡狀況 大型艦塔也是開竹地陣法打了起來 這就是韓國比較厲害的地方 打這個陣地戰喔 是蠻有威懾力的 但紅色這邊喔 正地戰卻沒什麼在打 反正就很單純是出馬戰車 前方這邊喔 是可以建議喔 一直出這個大型艦塔 慢慢深推進去 然後直接斷茂一線 這個才是韓國的真正用法 但他為什麼現在沒有這樣打勻喔 可能是覺得正面打不贏吧 反正這個中頭是朝鮮出的 想要來砸對方的騰腳弓箭手 但其實剛剛風情砲已經壓到裡面的時候 這個韓國就可以出來插這個大型艦塔 但卻沒有插進去喔 有點可惜 然後變成MBL經濟起飛之後 開始出兵 然後開始拆貨防米海的城堡 然後導致米海沒有風情砲 沒有辦法再繼續潛壓了 可能要轉出一些其他兵種來打才行 紫色這邊 但是紫色如果要打其他兵種就需要黃金 雖然有這個金礦消耗減免喔 但是還是需要一些量的 沒有跑貿易實在是會有點難打 好來看主戰場 欸 越南這邊出了 OK 越南出火炮也可以 哇 火炮直接被抓 戰狼攻兵第一時間反擊 輸出極高 哇 直接秒殺瑪莉的縱光騎士 好 但後方的中頭也是被黑拉的大羅馬直接踏了過去 好 終於想通了是不是 從後面來 對嘛 你看這一殺進來 黑拉直接爆掉 黃色太多的時間點了 沒有去注意到自己的 該做的工作是什麼吧 一直想要打側面 也有可能是指揮的人的問題 也不一定是黃色真的是他自己的問題 但是我剛剛看到他中間那個騎士不斗 然後隊友被打都不幫忙的情況下 我覺得應該是他的問題可能更大一點 好 打爆後方黑拉的經濟之後 村民只剩下七三村 村民非常的少 好 但正面黑拉也不演了 直接馬爆 把大羅馬送到你家農田 互相傷害 太陽過去的時候第一時間過來回救 因為這邊如果再被入侵的話就很麻煩了 像這種時間點 朝鮮就可以過來插劍塔 直接插爆大宗給這邊農田處 甚至繼續往前插 插爆這邊貿易隊 其實就很賺 但朝鮮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很堅持要打中頭 然後急兵一直在打正面 完全沒有把這個朝鮮的大型劍塔的優勢打出來 像MBL這邊就打得很不錯 開始把這個陣地戰的優勢打出來 讓對手要一直花很多的心力去防守 心思去防守 這樣其實就做到朝鮮該做的事情 這個真的是不太妙 感覺Fox這隊的一個練習成果 沒有練習得很好 雖然打正面來說 他們是有一定的威力 但沒有把這個文明特色用到靈靈靈 稍微可惜了一點點 好 這一波殺進去 只有殺到村民 雖說也是重傷了對手的經濟喔 但 最重要的陣地戰沒有打出來 他們這個文明搭配 打陣地戰是蠻強大的 其實是不弱的 好 這邊馬戰車黑達MBL已經開始在做事了 你看這個就是我說的 當有優勢可以打進去的時候 就一路插進去就好 當對手沒有這個機會 可以反擊回來 然後同時又可以碰住他們農田 經濟處或是木頭處 對不對 這樣越打就越有優勢了 MBL還是比較有經驗的 好 朝鮮出了非常多的 吉兵 做得好 雞子 要加一寶 雞子 雞子 我又是努力 棒 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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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量 大量 雞子 雞子 今天 好 左邊這邊打起來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直接打錯了GG 我想說這應該沒救了吧 這看起來究竟自暴自棄了 呵呵 好 那目前這場比賽是由 MBL還有Hira跟Living 打下了這場比賽的勝率 你看這個貿易線很短 阿倫只能跑中間這個距離 跑到這裡來而已 距離還不是最長 但是MBL跟KR他們 都是可以跑最長的 上面這裡也是 很可惜他們沒有把握最後住的時間 剛剛這個地方是最容易打進去的 但他們一直沒有利用好這個機會 反殺回去 看起來這個也不是 這個前期 我們先講前巧了 這個前期Hira跟MBL MBL跟Hira這一波的插進塔的攻勢 確實有做到一點效果 就是拖到對方的一些經濟 但是自己村民又損失太多 像這邊剛剛被公兵三隻公兵射爆那時候 那邊村民應該是就要退了 MBL他們這邊的問題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後續呢Hira這邊的打法也是很不錯 重當長牆兵配上大落嘛 雖然自己打總被踩了 要一直捷捷白腿往後 然後沒有黃金的一個困境 用這些垃圾兵 還是可以在團戰幫忙隊友 但是他這邊很危險 右邊真的是很難守住 但黃色一直沒有利用這一點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關鍵的事情 那朝鮮最大問題就是出了非常多中頭 想要去反制對方的這個藤甲工兵 當然中頭也是要出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心力還是要放在這個 插大型箭塔這件事情上 不管你要從正面插進去或是從側面插進去 我說劍塔的部分 劍塔的部分 可能覺得這私力力我用詞 每次聽起來都怪怪的 就插進去要直接插入這種農田地帶 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而且你們要記得 這個貿易後期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能燒到貿易地帶 基本上就贏一半了 只要說贏一半 贏了大概87% 對方只剩10% 13%可以打回來 非常殘酷的 只要一斷金 基本上就沒救了 那明明這邊已經打進去這麼多次了 卻沒有人來插塔 我真是搞不懂 瑪麗不插就算了 朝鮮也不插 那你選朝鮮要幹嘛 對不對 好啦 我們不要太多評論好了 這個有點看了有點生氣喔 然後那經濟部分是 有越南人有木頭四萬三 然後破爛這邊五萬 果然破爛落量 載取量是最多的 黃金來說的話是瑪麗 瑪麗也是蠻多的 瑪麗本來就會贏 這個黃金加成就只有瑪麗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